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叫做request header 先把这个注解写上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public 然后sign 把它停一下 sign 然后test header 好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打印完了之后咱们再return 还是return这个succcess 然后request header这个载用呢 再request这个 我看一下这载用来着 这个request header放在这儿 放在参数这个地方和cookie一样的 然后放在参数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去获取一个我们请求头当中的某一个值 你请求头当中不是有很多值吗 你说我怎么才能把它获取出来 有的时候真的真的这东西好像还挺有用 在某些时候是吧 然后把它获取出来啊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请求 看看请求头都有啥哈 比如说刚才这个请求哈 然后你找一下他的这个请求头 Network 重新请求一下 然后找一下 得启动服务器哈 不用随便请求个别的也行 就这个吧 随便找个请求头就可以了 对 对 你找一个正常的那个页面 然后 然后这不这不就是请求头吗 request headers 看着了吧 然后这里面 这不就有这个 请求的这些东西了吗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 user agent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什么 user agent user agent user agent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再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写value 等于 然后 user agent 然后咱把这个header拿过来 然后咱看一下 这个运行一下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服务器端判断什么 浏览器的类型哈 但一般请问一下判断浏览器的类型 可能更多的是在客户端就直接判断了 如果你服务器端有这种需求的话 比如说我不同的浏览器 我想让他通过判断一个服务器端的程序 走一个服务器端的程序 如果不同的浏览器 我就想让他跳转到不同的页面当中去 对吧 我苹果的那个suffer浏览器我要跳到哪去 然后安卓里面的那个什么浏览器 我让他跳到哪去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判断了 判断他浏览器的类型 然后我们 哎呀 忘写这个了 然后我们写一个testheader 重启一下 然后这边运行一下 agents agents 他这个请求里面有应该是 看一下这边 这叫agents是吧 这边 一个s 我那边也复制错了吗 还那边叫agents 是吧 是吧 这边叫什么 哎 那rs是哪来的 好了 启动完了 然后咱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看这边 这边就打印出来了 这就是浏览器的这个 就是那个user的字符串啊 好了 每个浏览器它都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个就是啊 啊 这块 然后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它检测什么呢 用它检测咱们的那个 看一下啊 用它检测咱们的那个 比如说语言 你看一下咱们刚才这个请求里面还有一个 你看咱们这个就多了哈 叫做什么呢 accept language 对吧 还有catch control 什么connection 什么cookie 这都可以拿到的 就所有这里面出现的东西都可以拿到的 比如说这地方accept language 这是浏览器的版本哈 这个请求的 这个东西要是不用那你这项目当中整个就不用 要是用的话它特别有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是吧 可以把这个请求头里面的东西都拿到啊 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都都可以拿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嗯 叫做请求什么表达式 它可以接受更复杂的一些请求 或者说情况更复杂的一些请求 嗯 然后第九个叫表达式 好了 看一下这个怎么用 在这地方呢 我依然是写一个方法 public 然后辞准 然后这个名字叫test表达式 然后接下来呢 这地方我们给它一个URL 也叫这个是吧 然后注意啊 它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可以写在这个request mapping里面 所以request mapping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得给它一个value的 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名字了 然后后面呢 有一个叫做parameters这么一个值啊 这个值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呢 可以写一对一对的表达式 那这个表达式是什么呢 比如说叫user name 那意思呢 是我的请求参数里面 必须要含有一个名字 叫做user name的参数 然后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表达式的写法 叫做比如说age不等于10 那意思就是我的这个请求参数呢 必须有一个age 并且这个age的值呢 还不能等于10 等于10 等于10以外的其他的值 我就能把它接收过来 如果等于10那就出错了 这就不是我了 就不是我要接收的请求了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请求表达式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打印 比如说那个就test 你把这个接收过来吧 parameters username 然后integer age 然后直接打印它就行了 然后也是retend success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这种它就是可以非常灵活地定制我们的请求啊 让我们的请求能接受各种各样的情况 你就考虑用表达式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testparameter 这默认肯定是不行了是吧 所以它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呀 username 这就成功了是吧 然后这地方它就是hello hello就打印出来了 然后因为integer这个地方那天我们说了它是可以接受一个non值的还记得吧 你要int它就不行它就报错对吧 然后age那这回age我们再给它一个值and age等于9成功了是吧 然后这面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age等于10 是报错了 还就接受不了 明白吧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为精细的定制我们的这个请求了 明白这意思吧 那这个请求表达式呢 它有这样的一些语法 这个语法大家回去你自己扩展着看一下就行了 我给你找一下 拿出来 那这呢 语法是这样的 给你粘过来 对 粘错了 这呢 先说parameters这个情况啊 parameters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写的这个表达式是啥 我把它粘过来你对照看一下 这个parameter1代表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一个username或者是一个age 明白吧 所以parameters1那表示请求必须包含名为parameter1的请求参数 所以这username往这一写那就是必须包含username 然后 notparameter1表示请求必须不能包含parameter1的请求参数 然后parameter1不等于value1表示请求包含名为parameter1的请求参数 但其值不能为value1就刚才咱们测的这个啊 然后如果要是用大括号就像咱们这种写法似的把它扩起来 那么就是可以定义多个请求参数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明白吧 所以他刚才这个意思呢就是请求必须包含名为parameter1和parameter2两个请求参数 而且呢parameter1的参数的值必须为什么呀 value1 明白吧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表达式 然后另外他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heather heather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请求就必须只能支持 比如说我只支持这种中文的这种浏览器发出的请求 我不支持日文浏览器发出的请求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加上一个加上一个啥呢 就headers headers然后等于什么就是哎刚才咱们不是打印出来一个吗 是吧 你打印出来那个那东西叫啥来着看一下啊 等一下我先把它屏蔽一下 哎不用哈 那粘一下就可以了 哪个是这个是吧 就只能是这个那就只接受中文浏览器发出的请求 其他语言浏览器发出的请求我不接受 明白吧 在哪呢 在这呢啊 heathers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再把这个写上啊 把这个写全的 明白吧 啊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哎 他肯定能接受 对你一改一下 他就先试一下这能接受的 然后你看一下这改成9回来 这是不是能接受啊 啊 然后回头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那个 呃 几个 比如说什么 enus 是吧 英语啊 并且是英国 美国英语 对吧 哎 united state 英国英语 是吧 united state 是英国还美国 哈哈 哈哈 整个明白了 哎 你看这接受不了了 明白这意思吧 嗯 那英国咋说呀 啊 对 哈哈 太丢人了 好了 这个就是 咱们这个 呃 表达式啊 也就表达式 所以很简单 这个 我把这个更新到这块 你就想着咱们这个 呃 Spring MVC 还有这个高级功能就行了 还能不让别的国家人访问我 写的程序就行了 好了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 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什么 unz风格 啊 就这个东西啊 啊 我写一个 写一个啥呢 写一个这个 请求 public 然后sitrin 然后写一个test aunt pass aunt是一个代码构建工具啊 以前的话就是经常会用到 但是现在有了minevan之后 就没人用那个aunt了 嗯 task task aunt past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地方就打印一下 然后return success 然后这地方呢 我写一些通配符啊 就是aunt的风格是这里面是可以接收一些通配符的 比如说星 a 啊 什么 啊 那个hellen 这样写啊 然后你看一下他怎么他能访问到这个路径 随便的 对 所以说星号的意思是什么 匹配任意字符 但是不包括路径 不包括斜杠 啊 所以咱们可以这么访问了 你看 反正是成功了哈 这也没打印什么东西啊 然后接下来 你说我不写行不行 不写不行是吧 然后我要是写一个a行不行 可以是吧 写空 不行啊 任意字符 a b c 得有字符 起码得有一个是吧 都行 明白吧 啊 杠 是不是也行 然后比如说1 是吧 你你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可以适合一个干嘛 就传点参数过来 是吧 比如说我传一个 呃 那个 中国的hellen过来 是吧 我又仿 然后又传一个什么 什么美国的hellen过来 这都行 是吧 然后你你这地方 你就传参 当参数给他弄过去 然后可以 哎 我想一下 不是参数啊 不是参数 就是他都可以接收 但是参数里面 他获取不到他啊 获取不到他 对 他只是一个通沛而已 他只是一个通沛而已 所以这种其实用处 对 对 不太大啊 用处不太大 就是他无论书什么 你都能解析出来 对 那恰好如果以后 你们的项目当中 有类似于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别忘了 这还有个 案的风格就可以了 我们做传统项目的话 其实不太大这个用处 好了 然后 所以这个案的风格 我就不详细讲了 那这里面有一些 就是这个规则 规则就在这呢 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就把它粘到这了 就是他一个型号 是匹配任意字符 然后两个型号的话 就可以匹配多层路径了 就是你要是两个型号 那你就可以加杠杠杠杠杠好几个杠 明白吧 你自己测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问号 是匹配文件名中的一个字符 那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在 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是 create user问问 然后你就可以写 create user1啊 create user2啊等等 就是这样 都可以这么写 明白吧 然后大家自己把这个作为一个 就是小知识点嘛 扩展的知识点 赶紧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案子风格 好了没了 就到这就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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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